新疆一离哈萨克自立州 尼勒克县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县 2018年9月尼勒克县实现脱贫 但是少数脱贫人口还没有稳定的增收渠道 因此巩固脱贫成果成了接下来最重要的事 今天的新春走机层 来看尼勒克县科蒙乡一个叫酷热的村子 那里的人们现在正在忙些什么 酷热村位于天山北部的喀什河谷 因为汗烙不均靠天吃饭 全村一百七十多户 一多半曾经是贫困户 如今的酷热村已经脱贫 但是住村干部们的脚步没有停止 当记者来到村里时 他们正在跟村民代表商议汉田改造的事 大家正在选的是汉田改造监督委员会的成员 酷热村有七千多亩地 其中有一半在浇不上水的山梁上属于汉田 种地往往都赔钱 前不久国家拨付的六百万元农田改造资金到了村里 这些钱将用于饮水上山 彻底解决汉田浇水难的问题 按照计划开春后工程就要动工 如果咱们现在这个地提水成功 改造成水田 咱们这个老百姓的春收卵 成为几倍的增长 收的增收 老百姓增收的一个有力的一个保障 咱们再不靠可靠天才上的 可是改造工程的管线洋水设施 难免要从村民的地里经过 线路怎么走 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 大家初步选定了一条 既能少占用村民土地 距离又不至于太长的线路 可即便如此 从水源地到山梁下 仍有两公里的距离 沿途要挖管道 搭电线杆 建蓄水池 其中村民李善德和蔡邦首家的地 占的要多一些 达基干和两名干部 一起去跟两家商量 你好你好 老同志 身体好 这是十两个地 十两个地还没有二十个地 你组一度过去 的话又加了多少斤呢 我们这样子 卖管子过去的话 挖过去后 回天了 回天了以后要影响不大 李善德的工作做通了 可到了蔡邦首家 达基干的心里有点没底了 毕竟工程里最大的土方项目 要建到他家的地上 现在你的地头上 可能要建这个水塔 去水池 这个地方可能要占个 两目的嘛 我们估计这样 两目的嘛 三目的嘛 站的多嘛 比上一点 比上一点的话 好亲子好亲 问题是大家收集的 我一个人慢过去 那么一点点地 一个站的那么多的话 我也得送花 其实村民也都通情达理 可这次占的地实在有点多 达基干知道他的难处 于是提出了一个办法 这个先进方式补偿不了 给你旁边的这个村基地里面 给你补一些 你同意不同意这个事 也可以吧 也可以吧 可以吗 反正是这个事情要过给吧 那个东西 两家最主要的村民都答应了 大家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 还是大部分都让给老百姓 让利于群众 让他们更多地来 信任咱们村两位班子 找 opportunity 做一些事情